大家好 我是小微 还在南冲 可能今天是出发不了西藏了 争取明天出发 我现在还在这里贴膜 这车才买了三天 昨天已经把车塞满了 今天就贴膜 上牌的话 应该是明天才能上牌 今天已经选了号码 贴的是免费的膜 没有单独花钱 明天就可以上绿牌了 制作车牌好像要等一天 我的车塞了很多东西 那小帅哥都不好贴膜了 这轮胎不是越野胎 很多网友都担心我 不是越野胎 雪地胎 自驾西藏应该很危险吧 我们是从318出来的时候 这一路就72拐的弯道 有结冰 大多数路上 其实也有很多这种车 都是普通的轮胎 这一次走得急 所以说我可能没有时间换 越野轮胎和雪地胎了 但这个是市区的 有雪地模式 应该会顺利到拉萨 但愿吧 我这辆车是新能源汽车 很多网友就担心的是 到西藏充不了电怎么办 我想告诉大家 它是有电混动的 你就把它当油车来用就可以了 那个电 行车充电 我主要是换这个车 不是说为了省油 而是它有很多的外放电 这样我去西藏 就是一直插着电热毯睡觉 或者车里面煮什么东西 都不担心缺电了 等等在这里忙活 帮我做一点事情 马上去打印就好了 打印就好了 这个是之前没用完 这个多的贴到这里 侧面开门有安全 像这个 反光的晚上一开门 像骑摩托车的 就担心把人家逛着 风生水起 全靠自己 还有这个 大的拉花这里贴不了 就这个小的 我自己贴一下 买买了这个 车门反光的 没油了 显示我总共才跑了76公里 我们在这个加油站加了64升 507 这个是电是吧 续航21公里 这边是油可以续航600多公里 我现在对这车还不熟 我就想车一直有很多电 现在就坐后面 后面这边全部塞满了东西 我们成都公寓的被子一放的话 就没法做了 要把成都公寓那边的东西搬回来 还要在成都那边工商银行去看一下 就处理一点事情 这里到成都200多公里 显示2小时40多分钟 这车没弄懂 我们现在到了怀口服务区 你看开了好远了 100多公里了 没看到充进去电 这个可能设置没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试一下 用这个充电 买车里面有这些配件 这个是不是通过试电就可以充 很尴尬 哎呀这个地方充不了 设备故障 那这边也充不了是吧 那边都停满了 现在新能源的车越来越多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充吧 我们在网上收视频 也没收到怎么行车充电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发出去 有没有网友对坦克400的行车充电 怎么设置 不知道啊 你刷了很多视频都没刷到是吧 没有说怎么冲的 我也没刷到 之前之前这时候在拉萨 我们把坦克400周围转了几圈 也没冲进电 也不知道哪里 然后打电话问4S店的工作人员 他也不知道 像我们四川话怎么说的 拿着牛脚吹不响 大到幽脚吹不响 好尴尬 到成都了 还说去下一个服务区充电的 结果一下就到成都了 我现在把它调到40%这个位置 你看现在充到 就用电可以19公里了 在涨 一开始搞错了 搞成混动了 要智能的话 它行车充电就比较快 刚才比较慢的 还有一个原因 我在充我的户外电源 我把户外电源的电拔了 这个充起来就快了 有时候几分钟就能充 一公里的用电里程 有时候要10分钟 才能充一公里 现在已经5点多了 显示还有7分钟 到公寓 我真是醉了 你看这个 真没搞懂 一直智能模式 之前充到19了 你看现在又变成16了 到这里又跑了十几分钟 没想到还变低了 没有搞懂行车充电 我们已经到了公寓了 这里面全是灰尘 我刚刚插了一下这上面 用了湿纸巾全部黑的很 然后防洞的这画 这两盆死掉了 然后这边两盆也死掉了 这公寓还是挺温馨的 然后我在这个屋里 应该就睡了不到5次 耿耿 你来这个公寓睡了几次 应该有三次吧 三次 我们两家起来都不到10次 快一年了 花不完的 冤枉钱 人生要走很多很多的弯路 每一次都算数 走过弯路才知道成长 当时就一个想法 在成都这边注册公司买社保 满了一年两年 在这边买房就比较方便 因为这边买房落户 就是没有像其他小城市那么容易 现在想一想 就是有多大人来办多大的事 不止不想埋那么大了 不想累了自己 所以我们又把营业执照搬到蓝葱去了 以后就在蓝葱那边 就比较方便 因为蓝葱那边自己的公寓 也不用这样跑来跑去 每次缴个税 做个什么的都比较麻烦 但是在这边 但是在这边快一年了 也不后悔 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那句话 走过的所有弯路都算数 这个房子是到二月份的 好像二月底的 我们想早点搬走 让房东早点出租 反正我们也不用 把这个拿下去 把那个折一下就好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 这上面的就拿完了 离开这个地方 今天晚上就连夜回南葱 明天我的坦克士白上牌 一说这坦克士白 不知道咋充电 就把这些放这里 拿这个带走 那就这点了 我们现在两人去吃饭 因为回去也要差不多 三个小时 吃了再慢慢回去 吃饱了再去研究 那个坦克士白 怎么行车充电 一般公寓周边的配套 都是特别完善的 都有很多综合体 吃住 醒啥都有 我在南葱看的那个公寓 周围也配套 只是没有这么繁华 但也是很方便的 吃肯德基 再来杯咖啡 因为晚上要赶路回去 我开车 耿耿对士白没那么熟 这就是我们的晚餐 现在已经6点多了 今天是1月16日 明天就应该可以出发了 下个视频应该就是蓝葱出发 走三要八到拉萨 拜拜